你看過了許多美景 阿羊啊 說你最想去的地方 分難行不行 其實我想說 你去得追極光 晚上你不要預做其他東西了 你就要有一個人懂得看 你才知道 因為你沒看過 你不會完全想像不到 你那個東西就是極光的 你覺得會很難看 十多歲的年齡 的確是不太對的 可能你去到二十多 即是三十歲以後 你覺得你的生活可以慢一點 熬得悶又不會睡覺 重點是 你才去看 我是Tommy 對我來說 我覺得最難忘 反而是不同的城市裡面的東西 我讀建築的 因為在英國那裡 拍龍圍牆的地圖 那個Diagram是這樣 原本還沒去過 我以為整個高牆都隔著 其實不是這樣的 你看看這個拍龍圍牆 現在的樣子 這麼厲害 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這個 它有些 Decoration的東西 它每個樣子都有不同的臉 可能代表著 那些猶太人有不同的人 心情 對 你每踩到每塊板 那些板有聲音 因為動到一些板 那時候就有了感覺 可能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發 不同的發想 不同的發聲 其實挺有趣的 這個也有 去伊朗 我還沒出發的時候 我是先擔心的 還沒出發的時候 好像每個人都聽到 你去伊朗 就好像跟你說 好像叫你去死 好像我們要跟你做白金 我準備了 去到伊朗 你進去反而越來越安心 這是伊斯蘭教的聖殿 入聖殿才要穿這些黑袍 或者素色袍 如果不是不需要的話 你可以花哩花鹿也沒問題 我們當地的翻譯 簡直是頭巾半疊 差不多露了頭髮 剛才有人不治安的問題 那我在這張照片拍完 去到這個市集之前 我是掉了人包 你是掉了還是被人偷了 掉了 知道為什麼是掉了 是因為我走進來這個市集 還沒拍這張照片之前 後面有幾個人 跑到吸氣 衝過來給我 這些是日本才發生的 我們去到當地 我們還是要用當地的上網 就是當地的電訊公司 有多快 4G來的 4G 比香港的 蛤 想不到 因為我在當地 我連連VPN 回來香港 看Youtube 我都比香港更快 拿CSL來看 每晚11點準時給你老點 你現在收看的是零製作 我是遊戲情報科的希治閣